来吧 冠军里九球天后潘晓婷啊 被明星队的金箍棒球官弄得是措手不及 而在莫工厂拿到的微波花絮里面 明星组还使出了哪些奇葩道具杀呢 大家赶紧来看一看 换上优雅的职业装 带齐比赛装备 九球天后潘晓婷一上场 这气势就是不一般 翻奶 翻奶的 小婷在击打这个球之前跟莎莎示意了一下 等一下球要停的位置 配合得非常好 进了 吓死我了 糟糕 糟糕 都被挡住了 四眼你都敢撕洛克了 精准的定位 专业的做球 冠军一旦开启认真模式 明星队立马招架不住 罢了罢了 重点交锋不行 就还是只能依靠道具杀 这回明星队又会拿出哪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杀手锏呢 迷你球 使用了迷你球 就是会把我们母球白球换成一个小size的 到底size有多小呢 什么鬼啊 I'm so sorry 关键材判他很认真的在去用这个东西 材判真的很专业 材判也笑出来 我们打完之后对方也是用小球打 当然不是 太天真了 为你服务 道具当然是设计来献给冠军们的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你们没有进 他们又换回那个正常的球来打 这还只是开始 我刚才看了那箱子里很多妖魔鬼怪的生意 祝你好运 这个迷你球好歹还能看到目标 但接下来的这个奇葩锦囊 就连见惯了大场面的潘小婷 都一秒蒙圈 往哪儿放呢 你好聪明哦 咱们不要这么残酷 不要这么残酷 就给你放这儿 能怎么定 他还是会进来 能不能这么残酷 应该放这儿 这样比较好 干脆放这里了 对不对 他还可以打这个跟打那个 难说 这是角度难 这个好 这根本看不到目标球在哪里 是啊 所以他是障碍 那么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能不能难倒九九天后潘小婷呢 好 给他摆 给他摆 让你打筒 如果你打进了也算你赢 我就是有那个志气 好 清洁打 谁认识的 我们告诉你们 我们已经用道具了 我们不能那么卑鄙 Oh baby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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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我刚刚是不是说 把头子放在洞口 你们不听 我是队长 你们听我的吧 你刚刚让他打 你说可以 胡老师 我要出锦囊 你要出锦囊 我要出锦囊 把阿拉换过去 你也要问我们愿不愿意 你包了那么大的毛 他还不要你 你应该用我才对 就连奇葩锦囊 也难不住潘小婷 也难怪明星队 要祭出金箍棒球杆 而且 不仅球杆可以自由伸缩 就连球台都能从方变圆 看着 看着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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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红弹 红弹 不过嘛 这道具杀要是用得不好 也会像刚才这样 出现副作用 来个乌龙球杀的 分分钟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哎呀 差一点 差一点 进了 来了 进了 冠军队又得一分 当然 乌龙球这种事 就算是在内行身上 也时有发生 比赛进行到白热化阶段 要是一个不小心 选错了目标 再大的优势 也要功亏一困 哇 谢谢 哇 这篮子了 我还以为是 这场比赛 太好了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不知他们帮我们打的 太容易 完全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的客人太透气 云和梦场综合报道